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只小狗都应该有一个名字的 应该取什么呢 小导弹 小猫球 你喜欢哪一个 小导弹好了 你怎么打喷嚏了 秋天来了 天气变凉了 来 我去找一件衣服给你穿 奇怪了 明明有一块破布可以做你的衣服 小导弹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怎么打不开 谁来救我 帮我开门 快点 我们在里头很久了 快来救我 快点 欢喜 你怎么会在柜子里面 你在干什么 哇 不小心被关起来了 难怪 我从早上到现在 都没有看到你的人影 你该不会是被关了一天了吧 我一直叫 一直叫 都没有人来救我 我没关到酒 好了 不要再哭了 放我出来 放我出来 我好害怕 祥和 欢喜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 怎么那么没精神 是不是没睡好 自从发生上次的事情之后 欢喜就变得很怕黑 每天晚上都要抱着我睡 欢喜 这个事情过了那么久了 你还怕黑 我怕的 连晚上都不敢睡觉 欢喜 夜晚它不会伤害你的 为什么你会那么害怕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怕的睡不着 如果害怕的话 就要训练自己不要害怕 你不是最爱吃香菇的吗 我不想吃 香菇是黑的 我看了会怕 难怪 你从刚刚到现在都只吃笋子 里面 好 都要想吃虚子 没有 我 我我我我害怕 唉 欢喜 祥和 唉 师父看今天的天气不错 我们三个人呢 一起出去散散步怎么样啊 好啊 师父 不要不要 欢喜 师傅是特别来找你的 如果怕黑的话 就要了解自己为什么害怕 然后去克服它 师傅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真正的恐惧 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要远离恐惧 就必须强化智慧 勇敢的面对 好了 到了 到了 什么 可是师傅 这里什么也没有 那是因为灯笼的光太亮的关系 什么都看不到 把灯笼吹息就可以看得到东西了 师傅 我不要 尿很黑 没有关系 把灯笼吹息的话就可以看得到东西了 欢喜祥和 你们两个先坐下来吧 不要啦 好黑哦 我好怕哦 现在你们注意看着前方哦 你们看 惧怕黑夜的人呢 是永远看不到这样的景象的 你们听 这就是夜晚大自然的声音 好多行星啊 欢喜啊 现在你在黑夜当中看到这样的景象 又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 在你的心里还会害怕吗 好像不太怕了 原来黑夜也可以这么好看 贫穷与富有 今天天气好 我们上来走走 顺便上个箱 香河 欢喜 琴琴 琴琴 我娘今天准备了好多好好吃的小糕点呢 我们等一下一起去野餐好不好 可是我们得扫地耶 没关系啦 师兄 我们可以扫快一点嘛 好吧 那我跟师父说一声 嗯 师父自己烘的茶还真好喝呢 师父知道王夫人喜欢喝茶 特别交代叫我准备的 想喝欢喜小师父 你们尽量吃 谢谢 谢谢 这是年绒热饼 这是豌豆糕 好好吃哦 大家一起出来野餐真好 爹平常都没空陪我们 都只有我跟娘两个人 人多可真是热闹啊 玩鞋 欢喜 别在太阳底下发呆 这样会中暑的哦 王夫人的点心真好吃 如果能每天吃就太好了 是啊 真希望每天都能够吃到 如果我们也是有钱人的话 那就可以每天吃 而且也不用每天扫地 挑水 煮饭了 对不对 这 真想当个有钱人耶 如果我是个有钱人 一定每天都很快乐 因为天天都有吃不完的点心啊 哦 小和 你也这样觉得吗 每天吃那些甜点一定会腻的 我觉得每天快快乐乐的 这样就好了 贫穷的人不一定是真的贫穷 负有的人也不一定是真的负有哦 师父 什么意思 如果内心满足 即使再穷的人也是负有的 如果内心不满足 即使负有的人也是贫穷的 谢谢 欢喜小师傅 你怎么来了 师傅听说你很喜欢他的茶叶 要我带一些来给你 哦 谢谢 真是谢谢师傅了 王夫人 你怎么啦 没什么 人生岂是快乐就好 何必要积聚那么多财富呢 人往往为了欲望的追求 而忘记频繁的快乐 我愿不要那么富有 而活得随性自由一点 院外 你别忙了 来喝杯茶吧 不行啊 夫人 我在忙 爹 我们去外面吃点心看月亮好不好 是啊 出来赏个月吧 不行 这是大买卖 你们自己去吧 你每次都不陪我们 爹爹最讨厌了 我们已经够富有 何去赚那么多钱呢 好了 别处在那嘀嘀咕咕的 我现在没空 院外生意太忙 平常想多讲几句话都不容易 难怪上次园外没有一起来野餐 是啊 还好有祥和和欢喜两位小师傅陪我们 祥和 小心 别踩到了 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和爹在森林中发现了好多野生的小米 特别拿了一些来给你们 欢喜来得正好 一起晒小米吧 你看那里还有满满的一车呢 有那么多啊 四个人就是四倍的力量 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铺好的 大家辛苦了 来来来 休息一下 喝个茶吧 师傅 我还没开始帮忙 可以喝吗 当然可以了 师傅在里面呢 就听到你的声音 特别给你道的 谢谢师傅 能和大家一起喝茶真好耶 我宁愿和大家一起晒小米喝茶 也不要变成有钱人 整天只想着赚钱 哦 欢喜 你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看来欢喜 对富有呢 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体会咯 多少不计较 好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息相 啊 欢喜 怎么停下来了 继续念啊 嗯 狗不乞 怎么了 iras 师兄 我听到有狗在叫 哈哈 欢喜 别开玩笑了 师傅要我们专心念的 你怎么回事 先别吵 我就说有小狗 师兄 你看 我刚刚在墙角找到的 它好可爱 它长得好小 对 你是不是迷路了 你的妈妈呢 它好像不会吃 是不是要为它喝奶 狗妈妈不见了 我们要去哪里找奶给它喝 去哪里找奶 我想到了 二十四孝 这跟二十四孝有什么关系 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一个鹿奶养母的故事 哦 我知道了 二十四孝里面 有一个孝子取鹿奶 给他妈妈喝的故事 周朝的坛子为了卧病在床的母亲 拼着鹿皮帮母亲取鹿奶 几个猎人勿将它当鹿 想要用剑射杀 还好坛子及时发现 不然差点就被射杀了呢 对了师兄 这附近不是有鹿群吗 关系 你好聪明哦 师兄 你看 那里有一头母鹿耶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现在就去咯 鹿妈妈 我们因为要照顾小狗 实在是需要一些鹿奶 拜托你备一些给我们好不好 小狗 等一下你就有奶喝了 这小狗还太小 不会自己喝 那该怎么办 那就必须要一口一口的喂 对啊 小狗好可怜哦 还不会吃东西 妈妈就不见了 欢喜 我们不能让它再受到任何伤害 要让它平平安安的长大才行 师兄 鹿奶又没了 喝得这么快啊 那我扫完地去 不行 它现在就要喝 好吧 我去 那你先把地扫了 不行 我要照顾小狗耶 每次都这样 鹿妈妈 非常谢谢你 每天让我来取奶 不想欢喜 都要照顾小狗 结果什么事都推给我做 我都快累死了 你也要喝吗 你这么小一只狗 怎么一天要吃这么多次 可恶的师兄都不帮我 害我晚上都不能睡觉 快累死了 欢喜 出来一起扫地吧 可是我要喂小狗 你每次都借口说要喂小狗 结果平常的事情你都不做了 我照顾小狗 比平常做事还要辛苦 你要知道 我现在都在做你的工作 你都不来帮一下忙 我做的也不少 半夜还要起来喂他 你知道我做了多少事吗 我做的事情比你还要多 哎呀 小狗 欢喜 你们吵架的声音 吓到小狗了 你们呢 先别争 谁做的多 谁做的少 依师父的观察呢 你们两个都尽力了 换个角度想 没有了彼此的帮忙 岂不是比现在还累两杯吗 所以啊 你们应该互相感谢 而不是互相责备呀 以一颗慈悲平等的心 帮助小狗平平安安的长大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做多做少 不应该那么计较 知道吗 是 师父 我们明白了 生活的美学 奇怪 这欢喜鱼跑到哪里去了 师父 师兄 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刚刚发现 原来我们村子里还有公园呢 哦 这我倒不知道 在哪里啊 走吧走吧 我带你们去看 哇 真的有 有这么一个小天地 也算是闹钟取尽啊 可是 这里怎么那么脏啊 地上都是垃圾 植物也都枯萎了 你怎么把果皮丢在公园里啊 没关系的 小狮子 这个公园早就荒废了 荒废了 这个公园好好的为何荒废了呢 这里一开始还有不少人来走动 但是因为没有人清扫管理 渐渐的也就没有人愿意来了 难得有这么一块地方 不好好利用 真的是太可惜了 谁有那么多闲工夫 反正又没人管 不跟你们说了 这得好好想想办法 我们已经把那个公园清理得干干净净 有空可以去看看哦 我还不知道那里有公园呢 没关系 我刚刚去了那个公园 现在又乱成一团了 哇 怎么会啊 这是真的 大家又在乱丢垃圾了 那我们再去清理吧 坏习惯一时是很难根除的 又要去啊 好累哦 那么我也要去帮忙 我们清了那么久 一下子又弄脏了 看来我们只有再接再厉了 这位大娘怎么那么没有风德心啊 嗯 师傅 他们一直乱丢 我们再怎么扫都扫不完啊 我刚扫完这边 那边又脏了 哎呦 这里好像变成大家堆积垃圾的地方了 嗯 师傅 我看我们还是放弃吧 对啊 这里的垃圾是永远清不完的 我们不要气馁 有了好的居住环境 自然会带给人们完全不同的感受啊 如果人们习惯一个美丽的公园 便会发自内心的珍惜它 只要村民了解到环境的重要 就不会再将它弄脏了 这样要扫到什么时候啊 我看永远都扫不完了 已经扫了十几天了 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 师傅说要有耐心 我们就有耐心的扫 快走吧 师傅已经在公园里等我们了 便宜慢啊 来看看啊 师傅 江河 班琪 这位是王大婶 今天是特别来帮忙的 我是看师傅每天都来扫地 实在惭愧 忍不住就来帮忙了 真是谢谢您 小威师傅 别这么说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的 你们把这布禁打扫得这么干净 没有了 这是我们应该的 不 我们不能再麻烦各位师傅了 我还找了村子里其他人来帮忙 王大婶 我们来了 我还把我们家大毛 二毛一起叫来帮忙 他们等一下就会到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里清扫干净 绝对不能再让脏乱侵扰我们的家园了 美化环境也是美化心灵 心中有了美的感动 生活中自然无处不真 无处不善 无处不美呀 渡一切苦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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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这个人怎么慌慌张张的 你别跑那么快啊 小狗 你怎么咬人呢 快放开 还好 好险啊 大叔 你的屁股还好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来寺里遭小偷了 遭小偷 真的吗 真是的 咬了人家的屁股还那么得意 我们还得去向他道歉呢 师傅 小狗他咬了人家的屁股 哦 关西啊 这块布是哪里来的啊 是他从那个人的屁股上撕下来的 师傅 狗狗还小 他不是故意的 你要罚就罚我好了 关西 我们寺里变得这么乱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啊 看不出来什么啊 寺里遭小偷了 啊 真的吗 我们寺里真的遭小偷了 好累 要是我知道他是小偷的话 我一定也会去咬他的屁股的 我们这里哪有什么好偷的 弄得这样乱七八糟的 就是说嘛 这个人就算不是小偷 也是个坏蛋 偷不到东西 还把这里弄得那么乱 太可恶了 对啊 居然到寺院里来偷东西 真是不可原料 先别着急生气 他会沦为小偷 说不定也是有苦衷的 警察局的人不是说 如果抓到人 会通知我们吗 如果抓到的话 我们可以去骂他吗 哈哈哈哈哈哈 凡事啊 皆有因果 犯了法 自然会有法律来制裁 但是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原谅他 并且帮助他 是 师父 清清就是这样师父 原来是这个样子 警察叔叔 那个坏人 是不是已经抓到了 小师父 我正在跟师父说呢 人已经抓到了 其实是他主动投案的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 真的吗 那个人呢 他是个通气贩 可以说是全国气补中的 头号人物 我们追了好久 这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会前来自首 所以这次无论如何 还是要谢谢各位师父的帮忙 不客气 不客气 希望村子里呢 可以很快恢复平静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他在牢里一直吵着想要见师父 真是莫名其妙 哦 他想找师父做什么 该不会是想要报仇吧 别理他就是了 反正人已经关起来了 等等 我跟你去一趟吧 嗯 师父 您真的要去吗 对啊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会不会有危险呢 别担心 说不定可以帮助他哦 师父 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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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你被坏人害了呢 不是我被坏人害了 是欢喜把坏人救了 我把坏人救了 嗯 那是我的日记本呢 那个小偷顺手牵羊 把你的日记给拿走了 但是看了之后呢 觉得你年纪虽然很小 但是却懂得是非善恶 有一颗纯真的心 他自己看了很惭愧 所以呢 决定前来自首 结束逃亡的生活 并且希望师父 多跟他聊一些做人的道理 欢喜 这次是你帮了他大忙哦 哈 我只是用他来画画写字 暗记一些师父的话 没想到能够帮助人 不预设立场 不执着 才能度一切苦恶 就像欢喜 以最纯净 不设防的心写出的日记 才能感动别人 天堂在哪里 知足唱了诗 道场在哪里 慈悲喜设诗 福田在哪里 父母主任是 乐园在哪里 欢喜柔和诗